2019年10月 我人生第一次的自由行 准备好行李搭上机节时 才比较有真实的感觉 因为是一早的飞机 超级感谢我的好姐妹 泡泡与她的爸妈 让我们潜意宛住他们家 并且清晨载我们去机场 这次我的旅伴是Lily 我们是大学的室友 這趟行程大概是從我們19歲起 就在我們的談話當中 多年後終於夢想成真 真的要哭了 超級感動 北京自由行從訂機票 排行程、辦理台胞鎮、買網卡 都是我們的第一次 做了好多功課 也看了好多的攻略 勉強把這座城市的方位 概略的放到腦海當中 我們出發啦 溫度怎麼樣? 有點涼 有點害怕 然後你穿這樣 北京 我們來到北京啦 據說這是北京最美的時節 以前讀了好多的文章 都說北京的秋天特別的浪漫 甚至還有文章說 北平的秋天就是人間的天堂 真的好令人嚮往喔 這幾天我們住在燈草胡同的四合院 濃濃的秋意 襯托出老城市的平靜與浪漫 在找地址的時候 有一位大爺騎車經過 他看著我的相機鏡頭笑 腳下的旋律都沒停 一手扶著車 一手鬥趣的指著自己的面容說 好多拍呀 我對著他笑了笑 這個巧遇正是我心裡 對於老北京胡同的想像 你好 我們住的四合院 跟訂房網站上面的照片 真的差很多 但還算乾淨可愛啦 放完行李後 我們準備到胡同逛一逛 但是太餓了 所以我們就在地鐵旁的 東來順買了牛肉餅吃 嗯 味道不差啦 但是就覺得好像還需要來杯熱豆漿 滿乾的 前往古樓的路上 我們迷路了 但遇見了整片滿滿的洋柳 好在最後成功搭上公交車 喝到了酸奶 像是濃稠一點的油肉乳 我滿喜歡的 尤其是蜂蜜口味 耶 我們終於迎來北京的第一餐 是路上隨意找的蒂安門烤鴨 整體來說我覺得還好 鴨皮雖然脆 但是油味太重 我自己是沒有很推薦 前往煙袋斜街 名字很可愛吧 看地圖就知道 它是北京一條特色的商業胡同 裡面有很多可愛的小店 我們在這裡巧遇的肖戰王一博 眼睛不停的發射愛心 接下來我們步行來到了南羅古巷 這邊的道路比煙袋斜街寬四到五倍 規劃也比較工整清潔 賣的東西跟煙袋斜街差不多 整體走的是文創小清新風格 有一家做香囊的特色商店很好玩 可以自己選味道自己磨香料喔 深夜我們在時尚海的酒吧一條街 到處都在拉生意 走過去都有點壓力 後來我們選了一家比較安靜 沒有駐唱也沒有拉生意的酒吧 點了一杯調酒一杯拿鐵 安安靜靜的在這裡寫了幾張明信片 到安安10月15日北京6度 我們興高采烈的出發故宮 故宮又名指淨車佔地72公頃 大小宮殿70多座房屋9000間 是世界上保存規模最大的宮殿型建築 語音導覽一台機器是20元 走到哪兒說到哪兒 可惜不能互動 所以第三天我們去怡和園的時候 還是找了真人來導覽 有一種上京朝見皇帝的感覺 對 我們等一下要走失 然後去服務台 他會說 某某某 到昆寧宮來見我 可能是古裝劇看太多了 來到真實的故宮 並沒有想像中的大 尤其是御花園 不到10分鐘就逛完了 難怪大家都想溜出宮去玩 因為外面真的比較好玩 我們走馬看花 打卡了古裝劇常出現的太和殿 前清宮 除袖宮 延禧宮 中絲門 還有超漂亮的紅牆 當然要來幾張網美照啦 而宮裡有好幾處 也販賣各種不同的 紀念品與書籍 一個不小心就失心 豐買了一大堆 熱神五門之後 我們上了景山 現在還有身份就忙 兩位 謝謝 因為剛剛走了一整天的故宮 我們現在 要爬15分鐘的樓梯 太美了 一定要上來 分享一下修圖後的樣子 下山後這裡也是一個景點 有崇禎皇帝的紀念石碑 大家如果有看金庸小說就知道 碧血界 陸頂記都有提到這段歷史 也好多人在這裡打卡 接下來這個行程可厲害了 來北京一定要吃烤鴨 我去的是前門大街的四季名符 真的超好吃 鴨皮的油脂與脆度 加上鴨肉緊緻的嚼勁 咬在嘴巴裡搭配醬汁 還有金蔥的嗆度 真的是好吃到不行 是我最懷念的北京美食第一名 我們現在在北京前門大柵欄 今天是我們第二天 剛剛我們走到這條路的最後 就是被一間水果他的老闆收服 然後我們就買了 耶~~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西遊記裡的人生果 好可愛喔 重點不是人生果很可愛 是賣水果的小哥哥很可愛 所以Lily被他收服 人生果 人生果味 為什麼要吃那個 火鍋如果有吃火鍋 這個床那麼老嗎 沒有乾燥 嗯~~我好喜歡逛夜宋 這裡超有中火味的耶 你知道每天都在過年一樣 我們要搭7號再轉5號 7號? 7號現在在哪? 7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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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9又4分之聲 第三天我們來去怡和園 出了北宮門站冷風吹來 黃包車的大爺子花了3秒 都成功攫揽腦波弱的我們 坐這個車的感覺 好熱 這跟騎機車的感覺是一樣的 好凍 我現在講話居然還會捲舌 我們要去儀和園囉 那個入口是嗎 那邊的蚊子是蠻蚊 這次我們花了160元人民幣 請了一位導遊陪我們逛儀和園 聽他講了兩個小時的歷史 才發現連石頭都有寓意 實在是太精彩了 水能曬舟易能復舟 對 但是老百姓互買他的帳 老百姓說了 水能曬舟易能復舟 曬舟大清降臨 就此告一段落 儀和園是尤昏明湖與萬壽山組成 四分之三都是水 他本來是乾隆皇帝建給母親養老用的 後來慈禧太后晚年也常常住在這裡 是清朝勤力打造的大型公園 非常偉大的藝術奇蹟 這段旅行我們一直在找地方穿古裝 沒想到在儀和園的蘇州街 完成了我們的小夢想 香菲登場 穿完香菲的服裝 心滿意足的準備離開儀和園啦 我們在門口買了一個 像是可麗餅的雜糧餅 這是雜糧餅 雜糧餅 我們現在要去 其實灌完儀和園已經下午三點多了 但我們還是想去圓明園看一看 圓明園霹靂無敵大 還好可以買船票走水路 一路上層層柳樹倒影 真的好浪漫 圓明園被稱為萬圓之圓 有宮廷建築的雍容華櫃 加上江南水鄉圓林的婉約多姿 同時吸取了歐洲建築形式 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與藝術館 可惜遭到英法聯軍還有多場戰役的燒毀 如今只剩下斷圓殘壁 令人不聲唏嘘 晚上與18年來台灣交換的陸生朋友約吃飯 在大到方位都搞不清楚的北京 能夠遇到一位親近的朋友真好 我們來到南門蒜鍋 然後北京火鍋都是清湯火鍋 湯很清淡 醬很夠味 食材新鮮 特別是這裡的沾醬不用沙茶 而是麻醬 朋友吃不太習慣 但對於麻醬控的我來說 真的是人間美味 你今天點了什麼? 那個辣嗎? 那個辣嗎? 這個真的不辣 你看他加成醬汁不辣 一整天下來真的是累了 要回家休息啦 因為明天的行程很硬 我們要去萬里長城 第四天 你好 一早我們到前門地鐵站搭巴士 大約兩個多小時的車程 出發前 跟朋友在淘寶上幫我們買了 木田玉長城一日遊的行程 兩人行程付了四人份的午餐 長城是中國最浩大的一項 古代防禦工程 木田玉長城景區全程都是上坡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 花錢搭纜車或是鎖到上山 保留體力在爬長城 小姐可以加個微信嗎? 來啊 來啊 真不精神啊你 站在這邊真的會有一種 我的大河江山 好美喔 你看那個層層叠叠的山 真的很漂亮 聽說在一個禮拜過來的話 整片都會是紅的 你看已經有一點點紅了 我不要看 我有點巨高 真的很高 長城在旁邊 不要尖叫我會很自己站 有啊 長城在旁邊欸 晚上我們二訪前門大街 這裡非常有民國初年的感覺 像功夫讓子彈飛裡面的建築味道 大柵欄 聽說這裡的人要念大石爛 今天我們就要去大石爛鎮對面的鮮魚口 老字號美食街 走 你們吃你們吃吧 你們吃吃吧 今天吃回來 價格不貴 剛剛老闆是跟我說 真心補片嗎還是什麼 最後來回顧一下 我們在前門大街 到底吃了多少東西 快沒湯了 沒辦法咬了 神奇包子 吳玉泰的花茶冰淇淋 好吃 現在超冷的 可是 值得 蘆珠火燒是北京特有的小吃 主要的食材有五花肉 豆腐 豬腸 豬肺等 火燒就是以火繞過的圓餅 放到大鍋裡面一起煮 吃起來就真的是滷味的感覺 黑色的臭豆腐 哇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這個醬子喔 它外面脆脆的 裡面 很蓬鬆 蓬鬆 對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真的很蓬鬆 一吃吃看就吃到了 怎麼樣 好吃欸 是不是裡面很蓬鬆 可是跟台灣吃起來不一樣 它就是好吃的 外面脆脆的 外面脆脆的 我們現在在買 酸辣粉 買到了這個 褲大棍 還有這個 海窩窩 兩個一塊 在家 耶 褲大棍 最後一天的前門大街 我們買了一堆吃的 然後現在要回去 一堆 吃的 衣服 這不是若曦穿的嗎 我就是啊 我是香妃啊 你不是香妃嗎 好啦 那我當香妃 若曦給你當 好啊 如果當若曦 我選十四夜 為什麼要選十四夜 最後一天我們很三八的 在前門大街大聊 喜歡哪位阿哥 能夠這樣一起笑鬧 討論的旅伴 真的是難能可貴 我們來到北京五天四夜 這幾天行程不多 但該去的已經滿足 該吃的也都如願以償 時隔兩年多 我想說當時有拍一些影片 拿出來剪一剪 自己看得開心 也學習紀錄生活 大家有機會真的可以去北京轉一圈 也歡迎分享你在北京發生過有趣的事情 或推薦好吃的東西給我們 你看這邊超美 謝謝大家 兩位小女子下台一鞠躬 下一站我們說好去江南當下課 拜拜 拜拜